台北线这个女消防员呢 她上班忙着勤务 下班忙着救流浪猫 五年下来救了上百只的流浪猫 而且自己还养了二十几只猫 亲力呼唤着猫咪 二十九岁的林思颖 眼中充满着恋爱与疼惜 身处在二十三只猫咪当中 这已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平常是个消防队员 和男友同样是打火英雄 上班忙勤务 下班就照顾起流浪猫 每个月花多少的饲料费 一个月啦 一个月这样二十几只的话 其实一个月的饲料 加上猫杀的钱 大概七八千块跑不掉 我都把她称为我的儿子女儿 对啊 因为他们真的就是 没有 其实就很单纯啊 然后很贴心啊 五年来林思颖陆续救援上百只流浪猫 目前留在身边的有二十三只 爱猫情侣党将住家布置成猫咪天堂 永远不嫌猫多 担心晚了一步 流浪猫会被扑杀 还曾经专程南下 救援孤苦无依的小猫咪 那时候刚好就是有 刚好那时候刚好是小猫潮 然后所以就是有很多奶猫 就出现在收容所 就是民众看到奶猫就捡到收容所去了 但是他们没有妈妈 其实都不能活 对啊 然后我们那时候听到就是 就是赶快就是开车下去把那些奶猫然后带上来 林思颖最心疼猫咪被弃养 费尽心思打造猫的王国 她说能够让流浪猫有个家 再多付出都值得 这些讯言林思颂 郭阿琪太报道